在119消防局前夕新竹市长林志坚率领新竹市消防局多位干部来到天宫台上香祈福 祈求玉皇大帝保佑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山上香祈求幸福城市市政之力 今天特别利用119的一个前夕由市长率领我们消防局内外情的同仁 特地来我们新竹天宫台上香祈福 祈求未来的一年新竹市可以在我们消防同仁的一个努力底下 可以让市民的生命财产更安全更平安 今年1月1日起新竹科学园区消防业务回归新竹市消防局管理 由于园区多使用储存有毒化学物质 而且厂区广大复杂增加请务危险性 借由祈福仪式祈求新竹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无灾无害 消防 益销以及在害防救团体志工等人员都能够执勤平安 新竹市是一个幸福的城市 那这幸福建构在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 那这个公共安全的维护当然就成为重中之重 那我们新竹市消防局的同仁不仅非常的专业 而且这个年轻化 那在我们理事工局长的带领之下 各项基层的服务工作 以及这个公共安全及消防的业务工作 都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落实 那也在各项媒体的评鉴里面都有很卓越的一个成绩 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 当然也提醒我们的市府同仁 市政工作永远没有最好的那一刻 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才不会辜负市民对我们的期待 新竹市消防局在人员器材充实方面 108年度预计补足原额到306人 设备将投入2100万元购置防灾宣导车 地震体验车各一辆 未来将更强化民众的防灾教育 养成良好的防灾意识 开阔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